我第三点想聊的是其实很多反中党他们都有和5030一样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当你问他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从逻辑上全面性压倒性的赢过他的时候 他却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怎么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一类的发言你去韩国人打假撼将的那个那个YouTube频道 他很多街坊里面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台湾的路人就明明讲不出道理 但就是最硬 然后有的人就直接承认道理是这样没错了 但是就不喜欢中国啊 他们就直接这样讲之类的意思 然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内隐偏见 我第一点说的从小你就扑天盖地的接受这种反中的新闻和媒体 说的不好听一点 其实这就是被洗脑 只是我们专业人是不喜欢用洗脑这种带有情感特色的词而已 但其实严格的来讲这就是洗脑 因为自己被指入了根深蒂雾的想法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 它只是潜意识的一种发酵而已 我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被植入的意识形态 也包括在内 对也是一种理解 对 然后至于西方媒体为什么总是说中国不好 这个其实也是正常 其实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个人主义至上 不像我们是集体主义 更喜欢更重视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其实对他们来说 新闻就应该是只说不好 不说好的 包括他们自己国家的事 他们也是专门挑那些丢人的 包括最近那个AOC的那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 就是真的好丢人 怎么能有一个政客 然后自恋到那种程度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想睡它 嗯嗯嗯 哦 坏的新闻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有关注度啊 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是这个道理 对 所以这个也是源自于人类大脑进化史的一个 一个负面偏误叫negativity bias 我们往往会更容易注意到不好的新闻 因为假设我们有两种情形 A 如果一个坏消息是真的 而我们没有注意到 B 同样的坏消息如果是假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 那我们选择前者要付出的代价 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后者 对不对风险太大 所以类似于宁可信其有的这种效果 所以久而久之我们的注意力都会被坏消息 所吸引 然后比较敏感 比如说一个新闻说家附近的超市里水果农药超标 导致有人上吐下血 那么不知道内情的人肯定就不买了呗 对这没有什么好想的 对 不然但是如果很多媒体 就是就是就是同样的例子 就是很多媒体喜欢给老外洗脑 让他们以为一到中国境内就一个不小心说什么话就会被请去喝茶 是 这个后果万一要是真的那就会很严重了 就像喝农药 就吃那个农药的水果的例子一样 老外如果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 选择相信媒体也是很不意外的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很多民众包括5030在内 与其把他们比作大魔王 我倒是更觉得他们很悲哀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属于类似于天龙八部里面的尤坦之那样的错付终生的悲剧角色 其实你看尤坦之武功很高强 好啦没有关系 但爱错竟然是爱上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人 错付对 对 然后你看5030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一副欠戳的嘴脸说话的感觉 包括什么波特王館长 还有那个China and Sensor那个主持人Chris Chappell 还有博文之类的这种角色 现在只是现在 我们退一步看大局 日子还很长 想象一下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其实连自己 就是连一个让自己骄傲的国家 让自己理直气壮的身份都没有 这难道不可悲吗 没有民族认同感 没有没有那种文化的belonging的归属感 这个其实是个很可悲的事 然后我快说完了 我第四点想说的是沟通方式 好你说 我之前其实也听了罗尼和各类的反中等 然后包括5030还有什么高华 罗尼不是反中了 罗尼还有别的反中等 好 我就说我之前听了罗尼 VS VS 对对对 PK这类的反中的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虽然5030这个反中群体不配拥有面子 但是我们作为谦逊温和的中国人 我认为最好还是可以做的无懈可击一点 这样不管结论如何 我们都做好了自己的部分 有问题的只会是反中派的问题 就跟我前几点说的一样 我并不是在谴责谁 只是单纯的觉得我们控制不了别人的看法 我们只能尽量让自己做的无懈可击 这样即便是依然被抹黑被讨厌 也至少站在道德的高地 其实罗尼的观点和内容 我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太多多逼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在一个公开平台上 自己的观点被对方碾压的时候 其实很没面子 你越把5030逼到一个角落 他越会盲目的反抗 这就是人性 因为他感觉到你侵犯到了他自主决定权 尤其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即将损失的是他脆弱的自尊性 当然不会让步 当然不会跟你讲道理 当然会打太极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普通人 真正有足够勇气以及理智和自我意识 去跟你在公众平台上承认自己错误的人 少之又少 如果有这样的觉悟和境界 那自然也不太会盲目的反抗 对 最后一点 我其实想稍微中立一点 陪伴着祖国的复兴的是人民的心态转变 这个是有科研根据的 我们从自卑慢慢慢慢到了自信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保留我们的谦逊 其实5030说的很多话虽然没有什么应用 但是他说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他反感中国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中国的态度太嚣张 其实这个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认同 罗尼的说话语气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上次有一个好像叫珊珊吧 然后其实很多人和珊珊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理直气壮的跟台湾人说你们赢不了 你做好在战场上牺牲当炮灰的准备了吗 台湾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什么只能统一之类的 还有人说的就是什么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之类的话 其实我反对的倒不是这些内容 同时我也理解在台湾政府做了那么多以冤报德的事情之后 我们很多人都憋了很多怨气 所以难免有的时候嚣张一下 我不是说这样做是对或是错的 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稍微克制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跟领土纷争有关的议题 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理所当然对于错 包括南海也是一样的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婆说婆有礼公说公有礼 即便是我个人认为中国更占理 但是也不肯到百分之百 是吧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就比如台湾到底是归谁 那我同样也可以问 美国到底应该是归谁 三百多年前的印第安人的意见 那才是真理 但是有意义 现在去聊这个东西 哪有什么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对与错 不就是看谁的拳头大 谁对 然后谁落后就挨打 使出胜者撰写 这场仗如果要打 那就是成王百口 愿赌服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陈述一些 有的没有的这种反中言门 做一个这种5030这样的角色 又或者去浪费时间 去想如何拧压5030这样的反中角色 在我看来真的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对两岸的和平 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其实我是真的不希望打上 因为台湾最美的风景线真的是人 我不是说反话 我不是讽刺 之前我虽然没有炒出 但是去台湾旅游过 然后学术演讲也去过一次 印象确实是不错 路人都很有礼貌 问问而言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当地的幽默的氛围 我记得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月台等地铁 好像是墙上有个告示牌就写 请拿好自己的篮球足球和告白气球 不要将其掉到铁柜上之类的 然后我心里想 我就真的很被震撼 虽然是个很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我当时就在想 作为我猜康熙和娱乐百分百 这种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娱乐节目的产地 台湾人不愧是有娱乐精神 这个真的赞 而且台湾的文化输出 当年做的真的是成功 多少大陆的人都是看着什么篮球火 痞子英雄 包括当年最早的哪批偶像剧 长大的 然后听着周杰伦 蔡依林的歌 其实一直以来台湾都是所谓的娱乐中心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种向往 然后你去了以后 听到满大街台湾口音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种体验 因为你就感觉 我竟然进入到了 我一直在看的台湾偶像剧里 原来大家讲话真的是这样 好神奇 你学的挺像的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打仗 撕破脸 那真的就陷入了西方给我们的群套 他们就是想要挑拨礼坚 让我们不团结 我也希望反中的人士们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经常讲做人应该论心不论计 你们看看西方想要帮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在乎台湾人吗 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个棋子 用台湾的第一岛链的地理位置 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海路 新疆也是一样的 造成内斗一带一路的这个陆路也会被压制 对 就是全方位的打压中国的发展 对 再看中国统一 再看看中国的立场 中国统一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是出于防御性 而不是侵略性 是不想被美国掐住国子而已 所以一定要论心不论计 然后最后在我离开之前 我最后再完结说一点 我其实在海外这么久 因为我其实是9岁就去澳洲 然后我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然后我真的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反中理由 有说什么made in China 质量差的 有说新疆集中营的 有说武汉肺炎的 六四的 香港的 西藏的 台湾的 什么一胎政策不人道的 什么IP theft 就是知识产权偷窃 OK 还有就是文三菱说的污染的 有说我们疫苗不好的 有批评我们疫苗外交的 有批评我们一带一路的 还有非洲的债务陷阱的 然后有说我们什么民主的媒体没有自由 不能随便骂政府的等等等等 但是没有异点是真的有道理的 因为这里面每一点都有故事的另一面 是西方不会让大家看到的 我特地还做了一个列表 把每一点的事事非非都记录了下来 所以杰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如果还有机会再上的话 可以简洁的 这个依粉碎这些所谓的抹黑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 老王等一下下麦你 你私讯我一下 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来那个以后可以再安排 好来你继续讲 好我讲完了讲完了 非常感谢这个说话的机会 好不会不会 非常谢谢老王 你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目春逢 就感觉干货满满 谢谢老王 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 你能够再邀请你来上麦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联络一下 好谢谢你啊老王 谢谢谢谢你的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好来 我来谢谢 YT的斗内 来谢谢白吃宝 科研狗 科研狗老王 水平站 希望常来 对我也希望老王常来 就是 不错 我觉得从心理学上面去 分析 其实不同专家 大家 看这件事情 会 至少有一些科学背景的人去 从他的角度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连线过 像心理学家 然后我还有连线过 那个 那个生物学 就是什么 做 我记得他是做心脏研究 心脏细胞研究的 然后他怎么去看 政府的这个制度 我记得之前 我印象很深刻 之前跟那个生物学家 他讲 他研究的这个生物细胞 都是垂直的这种 这种链的这种组织 比较有效率 扁平式的这种 比较没有效率 然后 所以就 引申到这个政治制度 就是是不是要一层一层 层层分级 跟现在我们 广泛的这种一人一票 选出来那种领导 这种制度 我听了 我都觉得 哇 真的是 大家 每个专家 其实在我call in节目 我觉得 就很开心 我自己学到好多 你看 我跟那个心脏学 我记得他是做心脏专业的 那个专家 讲的这个 我到现在 我都还有印象 真的学了很多 我觉得比 读书什么 有的时候读书一本厚厚的书 你get不到那个点 但是听这些专家讲话 胜过读那本书 我真的觉得 刚货满满 我也学了很多 线上观众也学了很多 谢谢你们这些联系人专家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们 好 来 我来谢谢微信的斗内 谢谢 谢谢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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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